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中国画的比较大概的一个脉络 然后同时呢也介绍一下我画画的学习的来源就是我父亲了 所以这里边呢我稍微有大概有几幅我爸爸的话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呢是他的三幅作品 一幅呢是撞书,一幅呢是人物就是书舞牧羊 然后一幅是花肥,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山水 这里是就是显示一下这个中国画这个概念呢 不光是画,而是同时包括书法 书法在中国画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类 中国画里边呢有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我在讲课的时候呢也是不断的提到这一点 就是一个是比,一个是末,一个是意境 这三个笔墨这两个呢是从书法里边提炼出来 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因素 就是一个功绩吧 而意境呢这一点呢是中国画可以说是特有的 因为中国画的底言本身再加上中国文化呢 跟诗词非常紧密的联系 所以呢你看往往从中国画里边呢 我们跟西洋画做比较 同样是画一个风景 中国画呢强调里边的有一些文人的 可积可犹这些概念 再加上这画里边呢可以提上一首诗 或者提上一句话 同样画一个一样的风景 即使是不讲究后世的差别 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画 跟西洋画里边的很明显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这个意境这个方面 花鸟就更不用说了 花鸟呢在西洋画里边呢 往往是把它当成所谓的镜物 好像花瓶里边拆花来写生 把它画得非常准确 而中国画的这个花鸟这个题材呢 不是强调形态的准确 而是更强调里边的活 就是里边的这个整个生气 就是说里边看见 所以呢往往呢你可以看见中国 花鸟画里边的动物都是活的 而且整个构图整个画面呢都是围造的生气 围造的这个意气 然后再加上一字提示 所以中国的花鸟画呢 你看那郑伯年画的花鸟画非常准确 所以从写实功夫呢也跟着西洋画呢不差 但是呢你看整个画的气氛呢 就是完全不一样跟西洋画的灵气方面 所以这个是意境方面的一个差别 另外几个维度呢把这个中国画分为就是书法 所以书法是很重要的一个独立的一个 就是书法花鸟山水人物 还有印章也是重要的一个成分 再看看这个轴 我们平时呢也画画的时候 经常在这个轴上面跑来跑去 就是说有时候是公笔 有时候是比较公笔写实 或者是写意写实 然后呢完全写意 所以这三个就是在写意跟写实的这个尺度上面变化 如果从学画的角度呢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神器 神这一点呢是贯穿为这三个 不管你是写实还是写意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要画出来有神器 中国画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这个呢是中国画里边的另外一个维度上面的分类 就是文人画 宗教 世俗 这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呢 这个分类比较有意思 我们现在写的这个画呢就在这个文人画的这个范畴 文人画因为这方面呢艺术性发展的比较高 但是呢往往呢跟其他的两类呢也有很多的关系 特别是欣赏古画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中国画呢 我们给过一遍 溜一圈 从就真正有一些古代的文物可以给我们看的 我这个快快的过一遍 从真正现存的画的角度 从记载 中国画呢应该起源于最早的时候呢 作为艺术 作为有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概念呢 应该起进 进潮 但是进到唐这个时段呢 留下来的东西都很少 除了书法呢 因为能够刻在这碑上面 所以还留下来书法还是不少 但是呢 画呢几乎都是后代重新临摹 重新画 从进到唐这段时段呢 在唐朝跟南北朝的时候 就已经有理论家呢 在记载这个以前的这些画家的画 但是可惜呢 他们的作品 征绩的都没有留下来 从艺术家的角度 第一个呢 当然是王羲之 是书法家 就是有名有姓的 这个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出现了 我现在这里讲呢 从绘画的角度 就是说从比较可以考证画家 能够把他现存的作品联系起来的 大概从五代开始 五代就是唐宋之交的这个年代 五代短短的这70年呢 这个出现了很多的大家 而且呢 是决定后边的画画的一些方向 开创性的一些画家 就是四大家 其中最重要的所谓的董迹 这个董延寄然 这两个 接下来呢 五代到北宋呢 这个因为五代比较短呢 像董延都是可以算是北宋的 北宋四大家三水 前都是三水画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三水画呢 就开始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画种 三水画如果从历史上来说呢 应该是最早像 诗人王维也是三水画家 现在大概有一幅他的画留下来 但是他的画那时候呢 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地图 就是说有一个示意图的那种感觉 当然里边有这三水啊 什么这些因素都有 但是到了五代呢 你看这现在这些三水画 就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艺术作品 里边有变形 有抽象 但是也有写实的东西 有起始这些概念掀出来了 所以这个三水画 作为中国画里边一个 又是一个开创性 又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支 这里边呢 我稍微提这个最重要的人物 范框 范框呢 最著名的那秋山行李图 我这里没有显示 挑另外一幅的写山消事图 三水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大三水啊 就是说场面非常大 而且是立轴 就是树的 就是整个画面呢 非常的大 但是同时呢 里边的这些detail 这些画的这些细节呢 又非常的清楚 另外一个大家呢 是郭熙 郭熙呢 影响非常大 因为不关是他的画 同时呢 他有一些理论 其中呢 最重要的所谓的三眼的这个理论呢 就是他总结出来的 画三水里边 就是中国画的这个闪点透视 从某种程度 就是从这个理论画的 就所谓的高眼 深眼跟平眼 这三个概念 还有发展出来所谓的握游 什么叫握游呢 就是说你欣赏三水画的时候呢 就像躺着在游山玩水 把三水画呢 进到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 不关是一个照相机 在照一下山川的景象 而是呢 你又走进去 但是走进去呢 你又可以躺在家里 就可以走进去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这些概念呢 在西方的艺术里边呢 都没有出现过 这类似的这种概念 到了宋呢 这我稍微提一个比较有名的书法家 这个宋四大家都是书法家 就是书黄米菜 这其中呢 这个黄呢 就是崇峰阁 我显示在这里 崇峰阁呢 是文字本身跟书法 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另外一个呢 就最近嘛 这个media 这个王西梦的千里江山图 就是清丽伤水 这里边呢 因为他这个用色比较独特 所以比较引人注目 但是这个清丽伤水呢 事实上是从唐朝的 档子谦 游春图 最早的李施逊 这些呢 都是用这个清丽伤水的画法 就是用的这个颜色很厉很重 为什么他们又这样弄呢 这个有可能是 一种技术上的 这种蓝颜色啊 事实上 当时是进口的 非常贵 就是这种矿物的这种蓝 把这个蓝画在画 跟那个现实里边 山水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并不是 真正的山水 看起来这么蓝 这么绿 所以呢 有可能有点像 金子很贵重啊 你要找个机会 能够画画里边 换上金子 这个有点像那种意思 进口的这种 矿物的这种蓝 当时这一种矿物呢 是从波斯过来的 变成一种比较新奇的 进入到山水画里边 南宋的时候 这挑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南宋世家里边的马眼 他这个山水里边的这个硬味 这个非常的漂亮 写实 但是又是很抽象 从构图上呢 又比较齐 把山给夸张成 非常显静啊 或者是构图上面呢 有名的所谓的 马蚁角 就是一个构图里边 他都把这个画 像最右边的这一户 他都把画画在一角上面 但是呢 整个画面呢 又能够保持这个平衡 这个是一个构图上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创新 使得画面呢 又是平衡 又是齐静这种概念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讲山水的时候呢 一般或者是讲中国话呢 往往听到 特别是学过西洋话的人 都是要批评中国话 不懂透视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misconception 就是中国对透视的理解呢 事实上是相当的深刻 当然呢 它不是从科学的角度 当然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呢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透视里边 从数学上也不是简简单单 就是一个焦点透视 焦点透视只是其中一种 包括现在工程上面 画的房子啊 你一个建筑啊 也不是简单的 哪一个焦点透视 来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最重要的山水化呢 就是所谓的闪点透视 就是有多个焦点 而且这个焦点呢 是在不断的shift 你这个shift呢 可以是平面的shift 就是horizontal shift 也可以vertical shift 所以vertical shift 就是你看前头的 像这一个最左边的这种画 好像你就可以在这个山里边 这个焦点呢 不断地随着你往山里边走 所以你能够把不同焦点的东西 集合在一幅画里边 达到了所谓的握游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跟着画家的视角 他在往里边走 然后呢 把这些看到的东西呢 把它集合在一幅画里边 然后看起来又非常自然 你如果用照相机的话 你没法把这个呢 当成一个一张照片 就把它给照相 可能又拍好几张照片 所以这个所谓的vertical shift 就是纵向的焦点的变化 平面的这个变化呢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所谓的长卷 中国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种形式 就是横方向的一个 很长的一长条 就是它这个焦点 就是横方向的在那变动 著名的 原始大家里边的 皇宫望 富春山基土 本身是很重要的优化 同时呢 理解这个概念 这个横向 horizontal shift 这个概念 怎么样把不同的交际 也放到一块来 这阎师大家 他阎师大家 我没有列他名字 就是皇宫望 泥藏 王蒙 这几个人 下边又是大家了 这个到了明朝 明士大家 这个时代呢 就相当于中国画 古代的时候 一大高峰 特别是中国画开始 把它抽象为 笔墨的抽象 就是说 几乎把笔墨给独立出来 明士大家呢 都是这四个人呢 都是在江子一带 所以就无门世家 就是球鹰 唐伯虎 唐银 文真明 沈舟 沈慈田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们的这两幅呢 上边的这个是球鹰 下边是唐银 下一幅呢 这是唐银的作品 他画了很多人物 同时你看 山水花鸟 这些都是非常漂亮 你看这一幅 山水里边的用墨 这个春法非常特别 然后用颜色 整个画面的这个景臭 这个意境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是沈舟 沈慈田 这个应该是 明朝中期的时候 150明朝中期的时候的人物 你看这已经开始进入到 比较抽象了 就特别是右边的 用笔墨的方法 你看我们画的山水画里边 这些因素春差点染 在右边的这幅画里边呢 就表现得 相当于把笔墨给独立出来了 作为一方面又是抽象 一方面又是写实 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性的 就是网民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一般呢在中国 反而提的不太多的 就是习称藤 习尾 这是明墨的时候的一个人物 他呢发展到这时候呢 发展完全用水墨来画 不上颜色 而且这个水墨呢 跟仙子的相互作用 产生的这些效果 等于就抓住仙子的特点 那同时的中国画的笔墨易净 这三样东西 把它给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历史上呢 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 但是现在在中国反而不怎么提 事实上他现在很多的话都存在日本 在日本呢 他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 习尾 过渡呢 从习尾开始这个讲究 把笔墨给独立出来呢 到了明墨清初的 八大跟石涛这两个人 还有清初四生 是个和尚 更进一步发展 你看这个八大的 用非常简练的笔墨 画的动物非常简练的用笔 但是同时呢 这个神态又非常的生动 很难的做到这一点 就是说整个画面呢 虽然你数起来这个用笔不多 中间这幅画吧 因为用这么少的这个笔 你又要给它来再加一点什么 好像加不进去 有这种感觉 怎么样 从非常简单的构图里边呢 又得到一种比较充实的感觉 这个很难 这个功夫是像是很难达到这个 石涛呢 画非常多 特别是山水 这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除了做画之外呢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所谓的石涛的画以路 就是说他的画论 这个里边呢 总结出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名记 好像笔墨当谁时代 这句话 这句话呢 往往我们现在新时代的画家呢 往往把这句话给理解错了 事实上 他的意思并不是 那些现代国画家 不尊重中国古代的笔墨的基本功 而他们往往就说 那些是属于古代的 石涛说过笔墨当谁时代 这个事实上 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每个时代 有一个每个时代的笔墨的境界 所以这并不是说 到了现代这个中国话 就可以来乱画 这不是这个意思 另外一记很有名的 宵敬其风打草稿 强调写生的中央 把自然的东西呢 当成你的草稿 另外一个呢 是镇榜球 清初的时候的人物 清中期 康熙强龙 刚前时代的 扬州八怪之一 画风更进一步呢 抽象了 更进一步 比八大还就是用笔横简练 笔墨呢 达到了一种更高的高度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三节的这个概念 就是诗书画三节 画面里边提的诗很有意思 书法呢也非常漂亮 怎么欣赏他的书法呢 他的书往往写的这个歪歪的 这里边呢就一方面看他的这个用笔的比例 非常稳重的 另外一方面他的用笔 有点像绘画的用笔 画是从书法里边的用笔呢 进入到这个画画里边 像竹子的这些用笔 从某种球都是从书法的变过来 而他的字呢 反过来又绕了一圈 又把画画的用笔呢 又回到了书法里边 这个当然不是从他开始 一直都有这种草书事实上 就说要像画画那样写草书 这并不是他第一个开创 但是你可以从欣赏书法 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然后我们就快速的跳到另外一个 金沫的这个里边重要代表人物 同时又是一个成前起后的一个人物 就是郑伯年 为什么是起后呢 就因为是他开创的所谓的海派 上海派 上海派一直连到今天 包括我父亲的画派呢 应该也算是上海派的这个范畴 郑伯年呢 画非常多 他在上海卖画卖得非常好 商业化的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 就是同时也促进了这个 他的画的这个传播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他开始吸收一些西洋画的一些 好像用颜色啊 但是同时呢 他这个用笔墨呢 还是发挥这个中国的 这个笔墨的这个概念 你看这个他的人物 非常抽象的这种感觉 一方面又是写实 你看这个身体上这个花纹啊 这些呢 展颜色啊 这一些 有一些非常奇妙的一些感觉 一方面又是写实 一方面呢 又像常朝舞蹈者画的衣服的条纹啊 之类的啊 那种比较写实的那种 他故意把它画得有一些独特的质感 好 接下来呢 继续海派的另外一个大家 无昌硕 一样写意的 特别是花鸟 一大高峰 好 另外一个呢 这个到了解放后的 还活着的黄冰红 又是一大高峰 我说他应该算是中国的赛山 我觉得是中国化的一大高峰 就是把写意 写实笔墨这些东西呢 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还有另外一点呢 跟石涛有类似的 就是画以路 黄冰红呢 说了很多很有直理的 关于画画的 的话 值得呢 有时候拿来读读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里边呢 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话 然后像我这里 quote 的第一季 画的形貌有中西 画的精神无分中西 这个强调精神的中佑性 另外这一季 也是对我们画画的时候 然后应该有帮助的 一起发帮助的 先求石 后求西 这个就是说 关于西石的相对地位 你两个都要有 但是呢 必须有先后 这个呢 强调这个呢 我们画画的时候 有因为中国化 老是强调这个西的这些东西 但是他就反过来 你首先要把石的东西给画好 再来想这个西的 但是西的当然也不能没有 中国的文人书画 书中当有画意 画中当有诗意 这个所谓的 我最初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意境的 这个意思 对景作画 这个很重要的 对我们画画很重要 对景作画要懂得使着 那就怎么样 起舍 追写物状要懂得起着 这个很深刻的 对景作画 就是你看得 幻幻的好像一个风景 看到的东西很多 所以你要懂得哪地方不要画 哪地方要画 最重要的是使着 就是扔掉 但是追写物状 追写物状呢 就是你画具体一个东西 要懂得起着 你要起哪一部分 你要把它给归结为一个笔墨 这个很奥妙的一个指令 好 下边的齐白石 我们画过很多 包括我们今天要来 写它的核虾的这个画法 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写画是非常好的一个 它的作品 从里边呢 不光是写笔墨 同时写构图 写它怎么抽象 把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呢 给抽象的简单的起笔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本领 但是同时呢 抓住东西的这个形态呢 又非常的准确 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功夫 就是用简单的起笔 沾纳签 我就不具体讲了 清几山水 这个它的一大发展 那同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它的基本功 在这个白描上面的基本功呢 非常深厚 就因为在敦还的时候 临摹的画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边呢 就是我父亲的一幅画 从仙仪 它比较有名的一个题材 它经常给人家引用的 你看这个 从整个画面啊 怎么样把中国画的笔墨 跟仙子 都画这个水草 把它画出来水中的展结 同时呢 又画出来 以一个比较准确的形态 然后同时又跟水草啊 这一些呢 混在一块 画出来这个动态 生动动态 然后同时呢 又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笔墨 最后照片呢 是他大概103岁 还有102岁的时候 拍的 他活到105岁 然后这一些 这下边这几户呢 是我的作品 左边呢 就是我一个 我作为基本功来练的 这个白描 然后同样 你看这个 从白描变成这个血液 同样是我这个画的羊栏 蝴蝶栏 怎么样 从那白描的用笔 经常强调的 实笔虚笔 这个轮廓的笔 通过这个构图 在右边呢 把它给转成 同样的题材 画成比较血液的墨谷的 这个办法 这个我们是不是也画过 very false的风景 这个右边的这个 肯定是不久前 我们画过这个血景 左边铁筷子 然后写生了 中国画的这个 用笔 用笔用墨 右边的是竹子 比较纯粹的墨 的血液的这个竹子 这个我们是不是 也是我们的画稿 山水 好大概就讲到这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